赵俊哲 赵俊哲 赵俊哲绝对是 可以写进到 我们中国足球史当中的一个名字 而且绝对是我们辽宁的骄傲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多英姿泛爽的一些照片 对 那这张呢 应该说是提不到赵俊哲 或者提到赵俊哲 所有的赛事当中 一定会提起的一场 其实从照片来看 一下给我带回了 2002年 而且还能够和巴西队 能够出场比赛 心情上就非常非常激动 当时我前一天 基本上 其实没怎么睡好觉 但是我也很兴奋 尤其是进球场的时候 那是揍着国歌 你知道那种心情吗 那个时候 真是体现出国家的幸福 那个国歌我攒得 我心真是心潮澎湾 尤其在那 但是尤其还能 是能打一条门路啊 很幸运 当时没怎么多想 我说这我挺激动 我站起来说 来来来 来状态了 赵俊哲这一角球 是2002年世界杯 C组中国队巴西队的一场比赛 当时呢 中国出场的阵容啊 是打着4231的阵容 两个辩护卫是徐云龙和吴成英 两个中后卫是刘雨峰和杜威 然后打左前位的是赵俊哲 右前位马明宇 两个拖后是李铁跟李肖鹏 那前面三箭头 对郝海东 下半场的时候 让踢波给换下来 那么赵俊哲这一脚 打门柱进球呢 发生在下半场第61分钟 当时中国队已经大比分 0比3落后 当时是我们在中后场 断球之后发动一次反击 17号杜威 在罗纳尔多脚底下断球 然后把球携传 给赵俊哲的时候 被这个巴西队的8号 吉尔伯托挡了一脚 然后这脚球 落到10号郝海东脚底 郝海东又携传给赵俊哲 赵俊哲带球往前两步的时候 一扣 扣过巴西队主力中复 3号卢销 然后用内脚背 踢了一脚忽线球 很可惜打到了立柱上 哎呀 打到了立柱上这脚球 是这场比赛 中国队最大的一个亮点 因为我们确实踢不过巴西队 如果这个球近了 可能当时赵俊哲的那种荣誉 就达到了一个巅峰 那么既是亮点 又是一个遗憾 这种五味杂陈的感觉 除了他本人 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体会到 他可以接着就身球 给大伙说他得多后悔